最低薪金调制1700令吉 全国幼儿园及托儿所 明年费用预料涨价20%到25% 哈喽大家好 我是Kalbi 今天这个新闻我相信是全国家长 尤其是现在小孩子还小 正在上幼儿园 又或者是马上要到了上幼儿园 以及托儿所的这个年龄的家长呢 都会感到非常的不高兴 都会感到非常的困扰 怎么办呢 明年又要涨价了 那这个新闻其实我看到有蛮多的情绪 当然也有蛮多的点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探讨的 我先聊一聊这个情绪啊 有两股情绪呢 现在是正在蔓延着 首先第一点就是抨击这一些幼儿园跟托儿所的经营者 讲他们是黑心商家 就讲这个最低薪金才上涨200块钱 从1500到1700 这个涨幅只有13%而已嘛 现在你们居然要加价25% 那根本就是翻倍的赚 真的是无良商家 这是第一种情绪 那第二种情绪呢 就是把这一个怨气杀在政府身上 就讲哎呀 你看政府现在好咯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去上涨这一个最低薪金呢 现在到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 让消费者来作为最终买单的那一方 那坦白讲的确最低薪金上涨呢 是会有这一个弊端的 其中一个弊端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到最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那情绪我们聊完了过后 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 是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个细节 你看啊 这个新闻里面 透露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最低薪金的上涨 直接影响了这一些托儿所 还有幼儿园的这一个经营成本 换言之什么意思 就是老师的薪水真的很低 对不对 如果老师的薪水本来就超过1700块钱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最低薪金的上涨 是不会太过影响幼儿园 跟托儿所的经营成本的 只有老师的薪水本来就很低 他们才会在这一次的调薪 这个最低薪金的上涨 大量的影响他们整个生意的运营成本 所以当老师薪水很低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来探讨这个课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是我们人类灵魂的这一个工程师 对不对 那小学生或者说幼儿园的这些学生 最常接触的 除了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之外 就是这个幼儿园跟托儿所的老师 那当老师的这个薪水如此之低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又要如何要求老师一直 长期保持对教育的这一个热忱 那教育这个行业是需要热忱来支撑的 如果老师的这一个热忱 随着时间以及薪水低的这一个情况 慢慢被消磨殆尽 那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的幼教行业来讲 肯定就不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政府是有必要呢 要去好好的了解这一个情况跟现象 提升老师的这个福利 当然大前提是在不影响这一个费用到最后 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这一个情况底下 去提升老师的福利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政府是有在鼓励更多的这个年轻人生孩子的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生育率是逐年在下降的 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来讲 肯定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当我们已经开始迈路老龄化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落干年 几十年过后呢老人会变得很多 然后年轻人就会变得相对来讲比较少 当年轻人比较少的时候 这一个市场的劳动力 它也会随之下降的 那对经济的发展来讲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 现在政府想要解决这一个情况 也就是这个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政府就有义务 要去帮助人民分担有关于这一个教育的成本 在这一个幼儿园跟托儿所的这一个教育成本 大幅提升的情况下 我告诉你 到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生育率进一步的下滑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如果我生一个小孩子出来 那个教育成本如此之高 单单是这个幼儿园跟托儿所 那边至少是四到五年的这个费用 对不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 已经不是等到小孩子四岁 或者是五岁的时候 才把他们放进幼儿园 像我的那个年代 我是五岁开始进幼儿园 五岁之前呢 都是我的妈妈自己教我读书 教我识字 教我这个惩罚表 那现在的这个家庭是很难做到这样了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双薪家庭 爸爸跟妈妈都要工作 来维持这一个家里的生计 所以很多小孩子呢 是早早就被放进了托儿所 可能有一些两三岁 就已经在托儿所里面了 所以这一笔费用 从三岁开始算到六岁 这里三四五六 这里就是至少四年的这个教育费用 如果每一年都在提升的话 你说有更多人愿意生孩子 还是更多人不愿意生孩子呢 因此这个问题呢 它不只是教育成本上涨 或者是家长的这一个费用上涨的问题 它影响到的是我们全国的这一个年轻人 到底在未来还想不想要生更多的孩子 我觉得如果用现在的情况来推演下去的话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以政府一定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托儿所跟幼稚园都是私营化的 也就是它是一门生意 那生意人就肯定要考量成本 那这一次的这一个涨价 这一些幼儿园及托儿所的代表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两个理由 第一就是老师的这一个工资成本上涨了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一个供应商 其他的这一个伙伴的成本也有所上涨 所以这些成本转嫁到了幼儿园身上 到最后幼儿园被迫呢 要把成本也转嫁给这个消费者上面 那比如讲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些食物是外包的嘛 所以这些食物 它的这个人工成本上涨过后 自然而然消费者也要跟着买单 所以这个就是私营化这个幼儿园 或者说这个托儿所的一定会发生的这一个情况 就是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我认为政府是有必要要开始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自己来办这一个幼儿园 又或者是托儿所 政府设立的这一个机构 成本肯定会比私人界来的低一点 对不对 所以如果政府想要提高 或者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生孩子 在三岁到六岁的这一阶段的教育成本 以及这一个开销肯定是需要帮人民 进一步的去考量的 不然的话呢 到最后政府的这个期待只是人民可以生更多的孩子 可是最后是适得其反的 因为人民考虑到这一个生活成本的上涨 再加上教育成本的上涨 自然而然那个生育孩子的这一个期待 又或者是这一个愿望就会有所下降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因此这个课题呢 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当然除了刚刚我讲的政府 可能可以考虑开办自己的这一个幼儿园 或者是托儿所之外呢 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呢 要坐下来跟这一些从业者 也就是托儿所跟这个幼儿园的这些从业者 去讨论要如何逐步的提高老师的福利 提高老师的薪水 如何在不转嫁成本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方法其中一个呢 就是要让这些幼儿园形成一定的规模效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大量的私人的幼儿园 他就是在我们的达曼里面 一个住家里面开办的 可能里面的这一个学生也不多 十多二十个人 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是产生不了任何规模效应的 但凡他要增加他的这个规模 他必然就一定要请更多的老师 随之而来的就是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幼儿园如果一直都是用这一种方式去办的话 他没有办法形成这个规模效应 进而能够减低他的成本 然后呢 同时能够让消费者满意 所以我认为政府要开始考虑如何整顿这一个行业 让这个行业能够至少有一定的规模 进而让这个规模摊平家长的这一个负担的成本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案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我们希望这个教育能够变得更好 希望老师的这个薪水跟福利也能够变得更好 因为老师是我们国家未来动良的灵魂工程师 因此希望所有的老师呢 福利能够变得更好 家长的这一个负担也可以不需要增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